Hello,大家好,我是小马哥 今天做一道东北家常菜 猪肺炒酸菜 先把酸菜倒入盆中清洗 这个买的酸菜很酸 得多投几遍 最少得投三四遍吧 酸菜洗干净 撞干水分 一定要给它撞得干干的 把洗净切好的猪肺炒一下锁 放入葱和姜 溜酒 把焯好水的猪肺捞出来 起锅倒油 油要多倒一些 因为酸菜吸油 放点荤油 油热以后先放姜蒜 炒出香味后 放入干辣椒 倒入猪肺 猪肺要多炒一会儿 一定要给它炒干巴的 然后再放酸菜 倒入点料酒进去炒 放点生菜姜 生抽 酸菜放里 倒入点水 倒入点蚝油 放入盐 倒入葱花 放入点味精 出锅 猪肺炒酸菜就做好了 非常非常的美味 very beautiful 开饭了朋友们 猪肺炒酸菜 昨天上的虎肥一转 这个里边是腌的辣椒咸菜 好多朋友可能不吃猪肺 因为我叫很南方的朋友 我喜欢做一个猪肺炒 北方好多人都不吃猪肺 但是我对这个猪肺炒酸菜 尤其是和这个酸菜一炒 我吃这个的话 最好会搭一半 最好看 这个虎肺炒酸菜 本来是由我老婆在女人里 结果他们觉得这个虎肺炒 太咸了 这么一吃 所以呢 今天还由我来搭桃 又让我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 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 在阳光照耀想 由于我们这边吃处会的人比较少 所以住这里的朋友 一会儿吃饭到五菜店 酸菜是受尽一大 所以这个菜的成本来就在这里 这个菜真的非常实惠 陪我对一起 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 在飘落的岁月 让我坚强 在飘落的岁月 在飞落的岁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